大家新年好,我是刘易 过年了,今年是府年 年夜饭的餐桌做一些和府相关的菜肴 玉叶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府皮鸡爪的家常做法 鲜香入味,软烂脱骨,老少皆宜 好吃到甜手指,下酒又下饭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简单又节地气,您一定能够学会 让你的年夜饭餐桌又多一道美食 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鸡爪一斤左右 要想做出的府皮鸡爪好吃 最要是选择这种肉鸡爪 这种鸡爪吃着肉多,口感更鲜嫩 确计不要用老鸡爪 老鸡爪适合用来饱汤用 用刀的根部先切掉,鸡指甲不要 这是整鸡爪,我个人觉得有点偏大 最好是切成两半,这样方便食用 当然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单买这种鸡爪 这个关节骨其实吃着也非常的不错 越嚼越香,可以连骨头一起吃 剁好后先装入盆中 倒入温水,放入食盐稍微多一点 然后用手慢慢的清洗干净 这样能够很好地去除鸡骨头里边一些血水 最好是浸泡10分钟 血水和腥气味能够很好地去除一些 然后倒出用清水冲洗干净 接着起锅烧水先来汆烫鸡爪 把鸡爪冷水下入锅中 放入料酒适量去腥 10克的芳蜜 这样可以使炸出的鸡爪颜色更好看 当然这个上色也可以用麦芽糖或者是糖色 出来的颜色都非常的漂亮 开锅后用勺子撇去表面这些浮沫不要 用勺子稍微多推动一下,让其受热均匀 开锅后保持中火煮至5分钟左右 把表面这些浮沫一定要打干净 汆烫至汤清亮看不见浮沫 然后用漏勺捞出 用原汤冲洗一下去掉表面的浮沫 先控干水分 接下来杂质起锅烧油 油温要高一点大概七成热 保持中火快速的倒入鸡爪 接着用锅盖扣上 这样可以防止油溅出烫着人 杂质听不见锅中有噼里啪啦的水响声 然后把锅盖拿开 用漏勺稍微抖动几下 这样鸡爪就能够很好的分散开 继续保持中火炸至两分钟左右 用勺子推动下,让其受热均匀 把鸡爪炸至表面颜色稍微焦黄 起泡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捞出 控干油后倒入温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做出的腐皮鸡爪酥软香滑又肥又大 所以浸泡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接下来准备小料 葱姜蒜 先把大蒜和生姜拍破 然后再剁碎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出香味 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盆中 接下来调个酱汁 腐皮鸡爪好不好吃 这个酱也很关键 放入10克的芝麻酱 再放入5克的花生酱 5克的海鲜酱和5克的排骨酱 这几样酱主要是增加香味和黄粮的颜色 再倒入15克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料酒稍微多一点去腥真香 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均匀 这是饭店的做法 酱汁比较多 没有的可以少放一些 接下来起锅炒至酱汁 锅中放少许的油 先下入葱姜蒜便炒出香味 炒香后放入适量的干辣椒和红花椒 炒出香味 这个口味偏麻辣 不喜欢吃太辣的朋友 少放或者是不放 再放入5克的皮鲜豆瓣酱和5克的香辣酱 增加红量的颜色和香味 保持中小火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炒出红油后 倒入提前兑好的料汁 这时候把火稍微开小一点 如果火开的太大 酱汁还没炒出香味 就炒糊了 保持中小火炒至1分钟左右 炒出酱香味 然后倒入开水或者是鲜汤 保持大火烧开 先熬至5分钟 可以看一下这个汤汁的颜色 非常的黄亮 今天这个做法 只要汤汁不要料渣 所以要提前熬至10分钟左右 熬出香味 这样做出来看着更清爽 不凌乱有食欲 这是浸泡过的鸡爪 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把熬好的汤汁 用蜜肉打掉料渣不要 把控干水分的鸡爪倒入锅中 这时候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用勺子推匀 让鸡爪都浸泡在汤汁中 放入几粒的冰糖 和味提鲜 而且可以使颜色还更加的鲜亮 放入10克的糖色 去腥又上色 不知道糖色怎么熬的 可以看我前边视频 放入5克的13香增香体味 其他的香料就不需要放了 再放入5克的胡椒粉去腥体味 用勺子推动划开调料 保持大火先炖至3分钟 这样味道更香 然后盖上锅盖 关中小火炖至25分钟 如果是用高压锅上汽后压至10分钟 关火焖至5分钟就可以了 这是炖至25分钟左右的鸡爪 汤汁已经见少了 用这样的小火慢炖 鸡爪吃起来味道会更香 最后开大火收汁 让汤汁形成自来芡 鸡爪吃起来更加的软嫩入味 汤汁也不用烧的太干 收汁稍微粘稠就可以了 然后把鸡爪先夹出来放在盘中 哇这个颜色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过年做上这么一盘腐皮鸡爪 代客非常的有面子 最后把剩下的汤汁也浇入盘中 这样鸡爪吃起来就会越嚼越香 腐皮鸡爪就做好了 软糯脱骨老少煎鱼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